专研艺术 打造精品 尽量不留遗憾 你自己就得一遍一遍的 不停地去找 不忘初心 突破自我 不要有性别切 就觉得只要你努力了 应该能取得满意的成绩 慧脆经典 球运流芳 花脸 又称镜 主要表现有突出特征的男性人物 都说十镜九球 今天要介绍的是 球派女花脸刘嘉欣 2019年7月17日 天津京剧院录制 中国京剧向一项工程姚七 此次录制 球盛容大师的小女儿 球云 以及亲传弟子孟俊全 均来到现场为刘嘉欣指导 这首戏是相当有难度 很有深度厚度的这么一出戏 因为姚七这出戏是因球而叫做姚七 姚七一名曹桥官 又名打金砖 是静角唱功戏 球盛容先生又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发展 慧脆成球派经典剧目 此次姚七的主角 是天津京剧院青年演员刘嘉欣 从刘嘉欣的唱段上 能听出她在力争克服女人身上的柔软 从声音上表演上都有所改变 她向我们介绍 女画脸演员的体力不如男演员 一场戏下来 戏服都可以拧出水 刘嘉欣笑着说 她经常一身的伤病 膏药成为她最亲密的战友 当问到她是否后悔过 她很笃定地说 没想过后悔 甚至不觉得苦 因为对京剧的热爱 让她没有感受到负担 反而觉得很享受 其实这样的一路走来 我们就是想 我的初心就是想把原汁原味 不走样的这样一个经典的 这么一出戏 把它录成像影像 录着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作品 也是一个对球派艺术的传承 也是我的一个追求 三位皇兄之长藏桥 不惜苦 大家同期 当国军要皇兄活力启臣 不明日启臣 明日长庭奔究 于要皇兄见性 至不自于 我看 都不死了 京剧姚七讲述的是 刘秀登基后 命姚七镇守草桥关 因日久思念姚七 又命马武 杜茂 存鹏三人 替回姚七 姚七入朝后 她的儿子姚刚 失手打死 郭飞的父亲郭荣 姚七带儿子前去请罪 凭借免死金牌 姚刚仅被发配 刘秀酒醉 郭飞设计 欲将姚七全家问斩 马武是因牛鸟 攻打草桥 回朝班兵 听闻该消息 闯攻宝宗 逼刘秀发下设旨 救出姚七父子 十二人戴罪出征 老将军半嫁王姚七 所以他的身份 会更厚重一些 我觉得也适合我 从唱 念 表演上 人物的情感 更丰富一些 这出戏 把这点排完再往下谈 录制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 打乱了工作秩序 昨天在录的之前的那个妆 因为就是这个姚七的脸谱 非常难勾 因为它这个 一个是布局 这个梅子 眼窝 还有这鼻窝 在这个脸上的布局 也是难勾 再有一个 它都要一致 对称 这边的眼窝 跟这边的眼窝 要对称 你不能这高这低 昨天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昨天就立录音 是这边有点高 这边高 这边低了 但是艺术这个东西 它就是有遗憾的 两个颜色不一样 对 颜色 对 你往外加宽 但是别在上头再加 在加黑了明白 两个颜色都不一样了 来 来 要送讲单吗 来 对 有点 这就是 来 出精品 出精品 你俩就搁这儿 给我走吗 还能给你举着吗 好 不不不 这可 换你喝酒 这可 换你喝酒 几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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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录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凭借刘嘉欣对艺术严谨的态度 他与工作人员在现场临时调整 最终完成了此次像一像的录制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刘嘉欣自小受父亲熏陶 六岁开始学习京剧 起初父亲想让他学轻衣 但是刘嘉欣痴迷于花莲 加之外向开朗的性格 这一学就是几十年 当问及刘嘉欣女花莲的前景时 她尽显忧虑 女孩子学花莲的优势就是嗓音 不受限制 但是女生 她有局限性 局限性还很大 因为你生意是女生 她必定窄 她不符合花莲声线的要求 这个要通过后天训练 我觉得博士说每个女孩子都能唱花莲 这个天赋要占得更多一些 尤其女花莲 只要你努力了 应该能取得满意的成绩 自己满意的成绩 只要你努力了 在她看来 成为一名合格的京剧演员 除了下苦工之外 还要会动脑筋 她认为 千篇一律地演绎不同人物 那不是合格的演员 无论什么时候 基本功都是最重要的 打好工地 才能游刃有余地 驾驭各个角色 未来 刘嘉欣希望传统艺术 可以发扬光大 自身会去做更多的学习和充电 首先完善自我 再倾尽全力 传承求派京剧精髓 近日北京曲剧王志和首演启动仪式在京召开 启动仪式上 编剧张永和 总导演林金玉 作曲戴医生 及其他几位主创人员纷纷到场 并阐述了该剧的创作思路及特色 2019年是王志和品牌创立350周年 为了庆祝品牌成立 展示老字号 诚信敬业 创新坚持的精神 北京市曲剧团将以清喜剧的基调 细说曾是举人的王志和 如何器官从商 成立百年品牌的传奇经历 以北京当地的剧种 北京本地的剧团 演绎北京的故事和北京老字号的百年精神 3 2 1 10月17日18日 北京曲剧王志和将在北京剧院与大家见面 让我们共同期待 日前 由山东省戏剧家协会 资博士文学艺术联合会 资博士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 资博士五音系艺术传承保护中心 资博士戏剧家协会共同承办的 2019中国资博第二届五音系艺术节 在山东省资博士举行 中国资博第二届五音系艺术节 是在去年首届五音系艺术节的基础上 进一步地增加了它的活动的类型 我们举办了传统剧种的优秀剧目展演 搞了一个五音系艺术节高峰论坛 我们同时在四伯大剧院 我们还举办了五音系的专题 艺术专题展 整个活动形式更加丰富 作为此次开幕式的演出剧目 五音系大众长歌 是资博士五音系传承保护中心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众日报创刊80周年 精心创作的县礼剧目 通过这个戏的创牌 把遗蒙精神 然后弘扬出去 宣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 为我们烈士的崇高的世纪 高尚的品德所打动 闭幕式演出的剧目 五音系珊瑚 是深入挖掘资博士 聊斋文化资源 全新创作的第九部聊斋戏 作品根据聊斋志义 同名小说改编 清情宝扬 爱与美 善与真 情与孝 对当今社会和家庭的和谐 做出了友谊启示 作为第二届五音系艺术节 重要活动之一的 美兰芳纪念馆 五音系文物捐赠仪式 即第二届五音系艺术节 高峰论坛专题报告会 邀请了美兰芳纪念馆馆长 书记刘真教授 做了主题演讲 那么到了这个今天 我相信就说 我们应该发扬 老一辈艺术家 他们所奠定的这么一个 优良的传统和作风 应该就说 这个京剧和五音系之间 一种交流 互相借鉴 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 非常好的一种风气 此次艺术节以巡访五音系 传承其文化为主题 组织举办了大型开闭幕式演出 传统剧种优秀剧目展演 五音系民间剧团会演等 六个板块的几十项活动 是资博士五音系 艺术传承保护中心 和全市广大艺术工作者 向新中国七十年华诞 献上了一份厚礼 日前 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天津市表演艺术交流辅导中心 承办的唱响红色经典 展示传统名乱 京兴记三地京剧票友 红色经典演唱会 在天津市的中国大戏院举行 京兴记三地票友 红色经典演唱会 不仅为来自京兴记的 京剧戏迷票友们 搭建了艺术交流切磋的平台 同时在剧目的安排上 也特意选择了 既深受戏迷观众喜爱 又能折射出民族文化 人文精神的演出剧目 今天这台晚会很有特色 不但有老的戏迷票友 还有更年轻的 我们现在在校的大学生 他们对我们的民族文化 抱着很深的感情 特地到我们现场 来给我们助兴加油 演唱会在全体大合唱 智取微虎山选段 甘洒热血写春秋中圆满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